葛先生介绍 他的孩子三岁多 下半年上幼儿园 在萧山英贯天地城 这家蒙特梭利藻礁市家 报了半年的拖班 花了一万六 机构的门开着 里面遗留了部分设施 不过天花板上的空调被拆掉了 前台桌面和部分房间有点杂乱 4月20号晚上 因为有老师在群里发说 什么明天要 那个什么消防一个整改 那以为是 可能真的是要什么整改 结果4月21号 我们来的时候 这边空调啊 全部都已经都拆掉了 他们连夜拆的 楼上搞得全部都脏兮兮的 现场有一位李女士告诉记者 她之前是机构的老师 4月17号 被机构的谢老板踢出了群聊 工资也没结 4月20号晚上 她来过门店 当时现场有人在收拾东西 她还报了警 后半夜才拆掉的空调 前半夜我没有让他们拆 我直接收到 我说你们不能拆这边的空调 那这里所有的产产 她工资都没有发 对不对 那我说这里的资产就属于我们老师的工资 还有所有家长的 她算下来欠你多少工资 我算下来的话 一万多块钱 那家长这边呢 你有没有了解过 大概都多少 家长包括前老板 转给他的钱 后面新收 大概60来万那样子 李女士介绍 原先机构有1000多平方 几百个学员 现在还有其他老师和阿姨的工资 没有全部拿到 葛先生表示 他的学费是交给前任老板的 对方姓瘦 因为就是那个老板 后来的那个老板联系不上 然后我们去联系上一任老板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们一份 这个转让协议 他说我已经转掉了 葛先生拿出的那份转让协议 出让方式 杭州蒙田托育有限公司 和杭州蒙田艺术培训有限公司 受让方式 上海牙牙开花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 后面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姓谢 里面写着 甲方转让给乙方学员学费和赠送课程 共计43万元左右 落款时间是今年2月11号 现场 葛先生用自己的手机联系谢老板 提示无法接通 另一位家长打过去 电话接通了 喂你好 谢老师是吧 你哪里 我一旁这边 你们这个什么时候开课 现在在跟那边消防在打申请 我不清楚你是哪里 我是家长呀 这里的 因为这个地方 原来的老板转给我们 是消防有问题的 你知道吧 所以消防现在 他们是就是不让我们开 就这样的事情 那么你们具体大概会是在什么时候开源 消防检查通过了 在开 但具体什么时候我也说不说 你说不说 但是我现在好像来看了一下 你们上面东西都拆得差不多了 好像 那个东西 消防要重新做了 那么肯定要拆掉了 那这个我也没办法 这是公司行为 好吧 反正我们办上去 孩子的课没上完 开课时间又没个准信 还涉及到不少费用问题 聊着聊着 谢老板又提到了转让的事情 还强调他不能违法 之前那个老板说转给你了呀 他之前的 他的营业执照没有撤出去 他是转给我们了 但是我们正好在交接期内 那他转给我们要保证是合法的东西 他把不合法的东西转给我们 我们当中肯定是有法律纠纷的 但是你说让我们现在违法开 是不可能的 对吧 那我现在是电视台 他跟你说 喂 谢老板 记者刚接过手机 谢老板就挂断了电话 再打过去不接了 记者换了自己的手机联系对方 收到一条短信 抱歉 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葛先生和记者又尝试联系 转让钱的负责人 瘦老板 电话无人接听 记者又分别给两位老板发了短信 暂时没有收到回复 随后 记者和葛先生来到杭州市前塘区 一鹏市场监督管理所 工作人员帮忙联系上了鹏所长 对方表示 会加强对这家公司的监管 如果确实发现异常情况 会按照规定将公司列入经营异常 那边他们叫了 好像是教育部门的 还有卫健委的都一起都谈过 然后他们最终的建议 叫我们做法律途径 一二三四五热线给葛先生的回复是 一鹏街道工服办 已将相关情况 跟公安卫健局积极对接 记者联系上了一鹏街道办事处 一位王科长 他表示 4月19号进行消防安全检查时 机构看起来是正常营业的 到了21号上午 就是有家长来加我微信 跟我讲就是 大概是一个负责人 在跟老师讲 让他们收拾一下东西 就是我们打他电话 他是一直不接的 所以就当天后来 我跟派出所 以及跟我们的卫健部门 都是去备案备过的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我们派出所 当天他们应该是通过 他们的座机 联系上他人本人的 就法人当天是表示 他周一会复课的 然后是因为住建部门 认为他消防需要整改 他们在整改 法人当天也说 现场有两名工作人员 在处理登记退费等信息的 王科长说 后来他们去现场查看 机构大门关着 派出所再次联系这位谢老板 街道也多次去了机构 谢老板一再强调 机构会复课 王科长还表示 据了解这家蒙特梭利藻礁市家 原先有营业执照 不过转让后 没有办理相关营业执照 然后到28号的时候 我们是想约他见面的 那么当天是还能打通他的电话 当天是表明 节后可以约见面的 现在人在上海 那么到5月后 我们再去跟他联系 就是这话一直都是打不通的 王科长说 街道方面建议家长们 尽快走法律途径 至于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 可以通过劳动部门处理 葛先生表示 他们已经提起诉讼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